大家好 我是T1 我在雷亞遊戲擔任2D角色設計師 也在台藝大擔任兼任講師 我很喜歡研究關於繪圖的各種內容 希望與大家分享 在繪畫時最常碰到的問題 是覺得圖怪怪的 卻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或者是找了教學 卻好像看魔術表演一樣 自己畫不出一樣的結果 我也曾哭鬧於很多課都教你如何畫 卻沒有課教你如何學 所以這也是我開設這門課的原因 圖層是電匯裡面相當有特色的功能 藉由圖層 我們可以分別從電匯的各個構面 來了解繪圖的問題 這堂課將會以不同圖層來區分章節 並帶大家了解分圖層的原因 打稿或者是我們常說的構圖 是第一個章節 我們會先探討線稿的必要性 接著跟大家分享畫好線稿的訣竅 再來是探討構圖的兩個目標 第一個是如何畫得正確 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透視 我們會在這裡介紹透視的基本原理 第二個是如何把圖畫得好看 也就是構成 藉由畫面的幾何規劃 讓圖在這個階段就有美觀的畫面 在固有色圖層的章節 主要討論的是這兩個要點 我們會探討固有色的成因以及其重要性 接著在構圖中加入色彩的搭配 幫助大家在這個時期 又能做出清楚漂亮的構圖 再來是光影圖層的章節 我們會先介紹電腦繪圖常見的光影畫法 並介紹幾種繪圖上面常見的打光模式 按照點光、揉光、紫色光等等光源對物體成色的影響 最後我們會進入細修這個章節 包括物體質感畫法 以及其他能夠增加畫面豐富度的技巧 通常這個階段會花很多力氣來提升作品的完成度 利用圖層及調整功能來使畫面變得更加和諧 進而讓作品更加完整 我是T1 希望大家一起在店會的路上有所成長 畫出自己心目中最滿意的那幅畫